好 早上6点35分 才谁不想要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听到钱 可能眼睛都会稍微放大一下 但是有些钱你确实不能够拿 拿了可能就会出事 像是大家所关注到 昨天台北市的议员赖素如 涉入了太极双子星的开发案当中 甚至也传出来说 他所惠曾经原本想拿的钱 是1000万的新台币 但是最后他只拿到钱金100万 而赖素如说 这100万根本不是所谓的收费款项 而且他也把钱都已经退回去了 但是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这个建商当时会找上赖素如呢 原来赖素如在台北市议会当中 他加入的是交通委员会 那么而且他还是副招委 能够来安排有关于交通委员会 相关的预算审查等等的 所以这个厂商才会找上赖素如 甚至厂商是找到了赖素如的哥哥的好朋友 透过层层观说的手法 才会跟赖素如接触上 当然外界很好奇说 到底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议员 也可能涉案 这是台北市议会交通委员会 台北市的所有交通工程预算 都要在这里搞定 太极双星托人帮忙要求赖素如利用 交通委员会赴招委的身份 帮忙太极双星护航取得开发案优先权 太极双星透过赖素如哥哥的友人 事宜积电负责人彭建民找上赖素如 检方说双方还谈好护航的前金后谢一千万 时间大约是在民国一百年的夏天 球员兼裁判 然后这样子对私地主来讲 他们怎么能够幸福 拿钱怎能不办事呢 注意看知识员时间就在一百年十一月十号 泽文老师帮私地主讲话 这是因为参加双子星大楼竞标的三组团队中 只有太极双星是跟私地主合作 其他都跟工地主 咨询过后不到一年太极双星就得标 一切都跟我无关赖素如超级淡定 这是因为赖素如觉得自己有退回百万的前金 这么一来减调能拿他怎么样 好观众朋友不好意思 我们的画面上出了一点问题 待会再为您继续来播报 刚刚您所看到的那个新闻片段 不过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的是赖素如这个人 过去他在电视荧光目前形象相当不错 尤其是国民党有很多的事情 只要是上了法院 几乎都是由他来担任委任律师 包括了像是马总统 金普聪 还有包括之前传出弊案的林医师等等 都找上赖素如来帮忙做辩护律师 甚至在选举的时候 国民党也常常推赖素如出来 当作是一个发言人 上政论节目 侃侃而谈等等的 所以外界都说 他的形象应该是相当不错 但是私底下赖素如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那么很多人都在说赖素如到底有没有结过婚 其实赖素如他是结过婚 但是离婚了 而且他非常要有小孩 所以他对他哥哥的小孩是非常非常好的 常常出席公开活动 都会把哥哥的小孩带在自己的身边 甚至在市议会地下室的游泳池 管理员就说 常常看到赖素如陪着哥哥小孩来游泳 格子套装搭配黑色毛衣 赖素如出任国民党委任律师 萤幕前暗铃有架势有笑容 人一上了台只有任他摆布了 对 没有这样 主持国民党尾牙也是穿着端庄 不过赖素如也有不一样的一面 下了法庭的赖素如脱下律师袍 里头穿的竟然是深厉连身洋装 还性感露背颠覆平常形象 这让捕捉到这画面的卡神杨慧如 知乎惊讶 律师去法庭出庭都要穿这么露吗 他的事业线也蛮深的 只是跟一般人长的不一样方向而已 深陷逼爱盈云 赖素如在施议会的办公室大门紧闭 难得助理露面 但似乎被吓了风口令 把我们当弟弟妹妹就是这样 有个结果之后 一人一定会对外有个会议 心情真的是不好 我都整夜昨天整夜没睡觉 我讲了 我讲什么对他都有伤 姐妹套出事了 其实议员战友面对镜头不想多谈 口中除了惊讶还是惊讶 因为他们眼中的赖素如 为人和善正义 但对赖素如身下的生活也不了解 只知道他对私事似乎相当低调神秘 就连网路上也难找得到他平日的生活照 他很想要有孩子 他对他三哥的孩子几乎都视如己出 几乎大大小小的活动 他都会带着他的那个小子女 市议会的同仁就说 常常可以看到赖素如带着两个侄儿 到市议会这个地下室的游泳池来运动 他这真的是亲自带着这两个小朋友 家庭 家庭还很好 同事空中赖素如曾经有过婚姻 目前单身却依旧渴望拥有幸福家庭 但现在深陷双子星避暗中 天伦梦更加困难 连内新闻陈云 陈建博特别报导 好 赖素如过去的形象 跟今天所牵扯出的社会遗云跟风波 确实落差相当相当的大 但是外界很好奇到底是说 这个涉案的情节是真的只有一件吗 那么轻重程度又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在说赖素如之所以 能够有如此大的权力 最主要是因为他能够指大天听 而这所谓的天指的就是马英九总统 那么马英九总统呢 其实他的办公室主 在主席办公室主任就是赖素如 很多人都说因为跟马总统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所以很多的人事关系的打点上 都会直接找上赖素如来帮忙瞧 甚至呢还有这个立法人就爆料说 之前检调单位大动作 在搜索的是前行政院的秘书长 林毅市办公室的时候 就曾经搜索到一张小纸条 这个纸条上头是人事的相关请托案 下面的签名签的还是素如这两个字 甚至有很多党籍的立委 他们都说在党里头赖素如的位置 一点都不比立委低 台北市议员士林北投赘一共12个 谁最有赢掌力 赖素如议员他党政关系非常好 尤其他是马英九的心腹 可以上达天厅 当然是赖素如啦 有特殊的管道 特殊的人脉 特殊的能耐 想到马英九 当然第一个就会想到赖素如议员 因为有这一层特别的关系 所以一样是议员 大小排差很多啦 同选区的议员口气个个 酸溜溜 赖议员这么有力 难道都是因为他 总统府接见场合 明明很多人 马总统剑步就是往赖素如走去 两人握手寒暄 赖素如左手立即搭上肩膀 脚还跟着微微翘起 好交情 从这就看得到 过去有这个赖议员 他会带着陈情人到立法院来 我们过去也有案例 陈媒体上也有披露过 那因为他得到这个 这个马英九 国民党党主席的信任 所以他当然带党内的分量 跟一般的施议员是不一样的 立法委员当然也会比较卖他的面子 小学同学段颖康爆料 赖素如在立法院 可是相当吃得开 连检方调查林一世闭案时 都在秘书长办公室 查获国营董做人事案请托 其中一张便条 具名就是肃如 这是任何一个民意代表 最起码的一个作为 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 至于成功率多高 当然就有时候会 凭个人的一些人际关系 赖素如意员分量的确不一样 只是抽油力议员 碰上自己涉摊疑云 恐怕也很难使上力 您的新闻 廖凯传千万柔台北报道 好 确实赖素如曾经也担任过 林一世的辩护律师 那么当时赖素如 他知道林一世的录音光碟之后 他当时也坦诚说 他有一点惊讶 所以主动地就退出了 林一世的辩护工作 但是您可能还在想 林一世当时的案子 不是传出了所谓的关键密码 就是所谓的3323吗 当时3323呢 就是要拿钱的 这个每一笔 这3000万3000万2000万跟3000万 但接下来您要来看看 赖素如的案子当中 现在也传出来有所谓的136关键密码 指的是100万300万600万 不过现在更还有人出面爆料说 当时赖素如开口要的 并不只是1000万 他要的是1500万 但是当时厂商认为说 这个1500万太满天要价了 所以他们是砍到1000万 才会最后有所谓的136密码出现 甚至现在事情爆发之后 很多人就开始说了 其实当时赖素如说 林一世做了错误的事情 不应该 好像现在想想 两个人根本是一样 林一世去年爆发索归案 第一时间召开记者会全清 身旁坐得去他 台北市议员赖素如 不只担任委任律师 还上节目捍卫清白 我认为他是清白 当初开口讲得义正言辞 但三天后却选择划清界限 那你现在会解除他 我跟律师吗 我昨天已经讲了 所以现在会解除吗 对 赖素如没有开口多说 却在脸书上这么写着 原本一直相信林一世的清白 但看到相关卷证资料非常诧异 真的不敢相信 但又不得不相信 能够选择认错 是非常需要勇气的 我相信他选择认错 是正确的选择 当初离开特征组 赖素如难掩难过心情 神情黯然 眼眶泛红 只是外界万万没料到的事 原来在零案爆发前 赖素如就自己涉嫌所惠 前瞻底拿了双子星案 钱金一百万 网友Kuso按零提告画面 赖素如说 不贪白不贪 我去牢里陪你啦 而林一世则嘲讽 赖律师真假算 点点吃三话说 对于林一世来讲 对于这个赖素如来讲 其实他们一度也是 国民党内的这个明日之星 也是马英九身边的爱将 是类似啦 是类似 赖素如曾经帮林一世辩护 两人按零提告的画面 如今看来只剩下讽刺 林一世新闻 奏合报道